這真是有趣的 另外,烏克蘭接收了M109 這是來自拉脫維亞的 也是我們說波羅的凱三個 應該是比較舊的 應該是A6之前的貨 我知道他們應該是A3 是A3來的 老尾真是 比A5吧,比A3 你不要比了 這樣說,A3是舊一點 但也有威力的 一樣射得遠的 至於是自酒樓彈炮 不過應該跟A6的射程有距離 差天供地 A3應該射得短一點 A3應該射得短一點 A3真的很老 A3應該跟蘇聯的自酒樓差不多 是,即是越戰之後 是,夠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 拉脫維亞軍事 他加入北約之後 那你就用北約武器 可能那時候也是交這些給他 一樣就用到現在 真的 保養得好 還是好一點 保養不好,不如不要給他 他很多給這些 其實說實話 都有點像什麼 有些像不同國家 不要那些給各個元 都可以用的 都一定要退役 他想著又沒有訂 廢物利用又沒有訂 給你 叫做送人家的算數 他覺得拆還浪費他錢 不如先送給你 哈哈 現在他有六部 放在前線 也好 其實你這個射程 如果只有二十多公里 和M777都不差 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總之A3 其實有些勉強 只要還有六部 算了 好過沒有 我覺得 始終都是 給一下免 始終有些裝甲 只要有些裝甲 又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是呀 給六部A3過去 然後美國 你給了六部 然後送六部A6給你 嘩 真是賺到他們那些粉漆 不行了 現在很多歐洲國家就是這樣 狂派給東西去烏克蘭 你以為他真是給的 真的想幫烏克蘭 其實很多國家 在北約有些窮人國家 他沒有錢 升級 他就靠現在拿新裝備 排隊 不是呀 你說這些是英國和美國那類 德國會走你掃的 德國之前 波蘭 波蘭他換了那些T72那些 那隻給烏克蘭 然後德國現在說 德國現在走數 德國又不是走了 他就收不足 收不足數 有嗎 他就說收不足數 你剛才說什麼國家話 有些國家存在嗎 德國呀 你找不夠數給波蘭 波蘭現在那個 支持國防部的副部長 出來說 喂 你們現在不夠數 你們是不是走數 公開說 我覺得這件事很默 如果是你便自己商量 不用拿出來說 如果你拿出來說 其實德國人已經不承認 算了 他心想 那倒是 你要拿一部炮2 就算是A4 你一換一真的虧得少少 你說二換一應該可以的 但是一換一那位真的是 其實你應該 我的看法 你應該大國和大國之間 談的deal 是否應該很仔細 你是不是應該好像法律文件一樣 很仔細 沒得爭 如果你當時是寫一部換一部 是吧 你不一定會說的 例如我一百部換你一百部 一百部是五十九 一定會寫清楚這條數 因為不然爭辯 你現在還可以拿出來爭辯 那你要不就是波蘭玩東西 要不就是德國走數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 大家是相信波蘭多個德國 在這些位置 當然了 波蘭很快就取代德國了 波蘭現在 國力狂在那裡升 嘩 買一千架K2 六百多架K9 亞洲第一神炮 那個訂單真的 嘩 真的恐怖 街上來免壓 差不多 差不多 德國 法國 英國 坦克加起來都不夠多 挺恐怖 不夠 不夠 現在波蘭也有很多種坦克在那裡 你看他有M1 他也有炮2架 他也有炮2架 然後 他有二百多架 你看他有M1有炮2 是不是 T72都快要給人家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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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想到T72了 應該全部還給了 還進去K2 他真的是打的聯合國 不知道什麼 其實他是聰明的 他還給T72 因為T72還是蘇式 他已經進去K2 K2和M1的系統一樣 同一種炮彈可以 還有K2裏面有些東西都是歐洲國家的 所以他可以問其他國家買來做也可以 K9一用的 文國野化學Made in Korea裏面有很多東西是聯合國 也對,可能炮鼓也是用來用來用金屬 炮塔用什麼,也不奇怪 不過這次M109就沒辦法了 因為其實挪威之前幫他,那個也是A3 咦?不是A4嗎? 好像不是,好像是A3 好像是A4 好少少吧? 好少少吧,差一代吧 所以現在最新的,大家知道是A6 帕拉丁那個 A7都來到了 所以這個就沒有了 帕拉丁,帕拉丁就好像台灣A6 台灣如果比的話應該是A6 所以沒辦法了 哦,講一講 還有,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有一個中東的國家 也有援助給烏克蘭 我現在才知道 中東?誰? 那個叫Jordan 哦,約旦 是嗎? 約旦,沒錯 約旦在2005年的時候 就從俄佬那裏 就跟俄佬研發了一個叫RPG-32 一個發射火箭系統 是的 是的 因為約旦出錢 跟他一起研究 研究之後約旦就 後來採用了 然後生產權就用在約旦那裏 約旦就弄了 現在約旦弄了RPG-32出來 拿俄佬的東西 打回俄佬 換助飛給烏克蘭 烏克蘭拿回這支東西 打回俄佬的彈 哦,我知道你說麵彈 是的 他現在最搞笑的是 總之這個RPG-32 原本應該約旦跟俄羅斯合作 沒錯 其實就是約旦出錢 俄羅斯給技術 沒錯 神經病 現在拿回 因為他就把RPG-32送給烏克蘭 因為現在Jordan 約旦有這些技術 現在他自己可以生產 現在生產完之後 他就換助給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拿這支東西 就射回俄佬 其實之前我看過那個規格不錯 他有一個 他又可以後面自己 就是RPG可以入彈的 後面進入彈 然後呢 他有一個Laser Laser Guided 你瞄的地方 他不是很遠 他最遠可以打到350m 但是他穿透力是很強的 就是打坦克 都可以穿過他的反應裝甲 是的 然後你好像打那些雲兵車 一發就搞定 直穿 如果雲兵車一發入雲 一發入雲 對著T-72的正面 不知道打不可以穿 但是如果是後面側面 後面側面就應該搞定 打你引擎 打你引擎 打你引擎的位置最棒 是的 這輛我們打裝甲運兵車是OK的 而且他是準很多的 哦 這個 但是你做得非常之好 哦 Laser Guided 所以就準了 對 他有一個Laser在旁邊 你瞄著他 按一下 直接被撞去包 哦 我今天才發現原來約旦有軍門 我也不知道 哦 因為你知道這些國家不會得罪俄老的 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約旦OK的 還有你想想 還要以前其實真的 大家都叫做俄羅斯一起努力做的 有個技術 是的 他都還這樣 但是約旦是否聰明 知道吧 懂得站對方 嘛 約旦和美國是很友善的 是的 約旦真的和美國非常友善的 你想想以前約旦那時候 幾十年前 以色便撐得多狠 現在都不同了 現在已經不同了 已經不同了 已經不同了 以前行不到 是不是 後來還打仗 但是你看到現在都不同了 真的不同了 不同了 現在約來而真的 現在已經西化了 有很多 是的 所以你說這單是搞笑的 這單是無緣無故 就是M109 接著拿了M109 現在又有這個 反彈克 這個也是很可笑的 是的 接著 另外有些消息就是 克里米亞 你沒有發現那些機場 或者我們說的那些基地 或者說的那些彈藥庫 都爆得很厲害 基本上有被人炸 真的很厲害 然後炸了很多地方 好像是昨天還是前天 在克里米亞 又有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又被人炸 他一炸 空軍基地那個 就未收到消息炸成怎樣 有些人說炸得不厲害 另外彈藥庫那邊 就炸得通天了 那個就炸得厲害 那個真的厲害 那個遠都看到火的 好大 好遠都看到火的 真是連環霸王 很厲害 所以都很難搞 現在的那邊 就是連環霸 那麼 哈里米亞那邊 現在的情況 就是哈里米亞 就是俄軍說自己是 自己是 又是自己 經常說 又是吃煙 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 他們現在不是說吃煙 他們經常說 處理爆炸品不當 就是他們通常都是這樣 或者是 他好像昨天還是前天那個 開始就說有人陰謀了 他現在又轉了少少方 就是有些人是故意進來破壞 但是烏克蘭政府 這件事就不出聲的 不出聲的 不是 烏克蘭我覺得政府 越不出聲 越有懷疑是他們做的 我覺得應該是敵後滲透的 應該是一些 特種部隊敵後滲透 然後用無人機 或者其他 就是敵後破壞的手段炸出來 你沒有可能這麼多哈馬斯炸過去的 大哥 你的防空體系是不會這麼硬 真的 沒理由 就是這樣被人搞的 是 還有如果真是哈馬斯 如果是巨型中資 或者其他對地導彈 一定有消息出來的 你這麼大的東西飛來飛去 說真的可以看到 是 是 很難辦沒事 因為俄羅斯 如果知道你的ETA CMS會出來說 會指責美國 怎麼搞的 之前不是談了不給嗎 現在又被反口 如果是特種部隊的話 哇厲害 可以升上層台 馬斯堅以前有沒有做過類似的任務 要在敵後上 這麼危險 整個炸彈又要走 又不被人搜 哇 大哥 塔利班有什麼給我們炸 我們不能搞這些滲透 空軍都做了 不用我們搞 是 真的 我美國很少搞滲透 你說去殺人 也有 如果你說去炸別人的東西 其實很少 因為他覺得 你不如射一顆 戰斧過去 比你派人命好 也是的 美國人都不用 不用 有JDAM 連這個NINJA BOM也有 都真的不用搞這些 這個超音速武器又出來了 有超音速武器又無敵 簡直是 是 所以我們講到 之前我們說 Saki 第一個 第一個被人炸的地方叫Saki 空軍基地 空軍基地 還沒有太肯定 因為那邊好像飛機損傷不大 所以很多人都說還沒有肯定 不過大家覺得 另一個題目 你們覺得 是不是真的反攻開始 還是呢 我覺得是會有反攻 但是進展慢一點 現在是正在反攻 但是慢一點 我去說 8月尾反攻完 我覺得反不了 8月尾 我給你去9月 9月底 我覺得要9月底 是啊 因為你真的很慢 要慢慢反攻 不是說你一反就反 反台嗎 嗯 嗯 三明你怎麼看 就是你覺得這個 就是反攻 是不是真的 真的正式吹響 還是其實都還是需要 積累多些東西 或者都要等多些東西才行 我想 我想起碼都要9月的了 還有他反攻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反攻 你不可以好像俄羅那樣 一路炸一路向前下 就是 他 你不可能再炸爛大病 所以他的反攻 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為什麼他一開始 才用海馬斯 炸你的後勤和你的退路呢 就是 先擊潰你的士氣和你的後勤先 那起碼到時打起來 大家都知道俄羅打仗沒有勝的嘛 你去進攻的時候 他防守的最好方法 又是運一堆重炮過來 對著你狂轟 那這個是他們先要應付的 先應付了那一件事 令他的地面所力發揮不到的時候 你才有希望 去再去對他進行圍攻和攻擊 但是攻擊的時候又是綁手綁腳 因為你又不可以好像俄羅那樣 狂轟爛炸 但好處就是 但是 起碼海馬斯的精準是有保證的 所以 如果有當地的 剩下的市民幫忙 去標示那些高價值目標 那都應該 可以慢慢向前修復了 我真的 我也同意馬克星的說法 你不會好像反台一樣 馬上就衝 不可以的 現在他們都是打 你見到打彈藥虎 還有 是否避免俄羅斯正面衝突呢 都是盡量炸到你支難而退 炸到你不走 你可能會被撤斷 會繼續被Heimers不斷打 形勢被動 逼他們自己後撤 現在我看到烏南好像有少許 避免跟他們正面衝突 不想再製造太多傷兵 或者傷亡那些位置 我覺得是 還有現在真的 我覺得是 烏南現在是炸彈藥褲 炸彈藥褲 因為你炸彈藥褲之後 你首先去少些彈藥炸回來 還有 問題就是 現在烏克蘭要想一下對策 是怎麼去 就是 那個城市很大的 我和你講的 很大的 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居民 你反攻 如果一堆聯盟炸下去 你自己分分自己 是更糟糕 還有 另一個消息 也是剛才我們說的空軍基地 空軍基地 其實是在克里米亞 是挺進入的地方 沒有上次的西南位 比較進入 就是一個叫做 Semfero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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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空軍基地被人炸 他也有想的 有說到那些戰機被人炸 不過就不是太嚴重 大家覺得他炸戰機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你覺得 有些是炸彈藥褲 但有些其實他們 另一個目標是空軍基地 那是不是炸彈那些空軍基地 等他什麼呢 是 不好意思 你們先繼續 我要有一點點事 我們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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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看呢 馬卿你覺得他現在去炸 是否明顯是要 令到他們的空丘 或者攻擊機可能減少 一定 而且他炸在其他地方 其實我也是看過 那裡停止了很多蘇二五 是 很多臺地 和有蘇二十四和蘇二十五 聽說有蘇三十四 但不知道有幾間 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架,但是如果它真的炸中Soul34或Soul25 其實對烏克蘭那邊來說是好很多的,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看到那些機器全部都是一些接液機 接液機就是Soul24 它叫B,叫Soul24,B不知多少,總是Soul24 Soul24就是由它轟炸的類型,即是Soul34的前一代 那類型都是有殺傷力的,不要說它是機器 但是都是有殺傷力的,都是炸了一些 但我不知道是炸到多少架,因為它的結果還未出來 就是知道被炸,但是就不知道炸多少 因為損毀情況去到哪裏,就是不知道的 現在暫時還未知道 現在還未確認到,但是我們就猜 現在他們都很熱衝炸他們的攻擊機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向著赫爾松那邊去攻擊 所以現在最常見的是炸彈藥庫和炸空軍機 真是俄佬打仗,即是被炸彈藥庫和炸空軍機 真是很搞笑,你是世界第二的,而且你有空丘 你都被炸彈藥庫和炸彈藥庫的特種部隊 現在他們很幸運,他們是用敵後滲透的特種部隊 如果人家真的用無銀機來打,你豈不是很醜 你也說自己的陸軍不行,這樣也算了 人家的陸軍也可以強勁,始終是蘇聯大家親兄弟 那些陸軍也大家回想一下,但是如果你空軍被人按著搶 煙屎傾按著拿,那真是搞不好 還有美國曾經被人家試過這樣,即是炸,即是 暗入了機場被人家炸的,但是你知道幾年前的事嗎? 是1960多年的時候,是越戰的時候 大哥,我爸爸告訴你,因為我去林華僑 我爸爸告訴你,越南邊我們有一個最大的機場 以前的風軍機場,1968年被越共 就是這樣,是唯一一次,好像沒有了 嗯,即是偷雞? 偷雞 那是這麼說的,越南越共的時候,他們真的有敵人 人家真的有敵人,真的有敵人 你不是那麼容易打他們 總之日頭平民,晚上他們叫老鼠 即是我爸爸和我媽媽叫他們老鼠 因為日頭就做一個平民,晚上他們就開始 不是了,就是越共,即是很難打 因為他們那時候,他們那個司令叫什麼呢? 即是他們當時的黨主席 是武元甲 忘記了誰 是一個叫胡志明 胡志明就是國父,他們叫國父 現在也是國父 但是最厲害的那個人執政的 即是統領世的將軍叫武元甲 那個又是厲害料來的 又是去蘇聯、法國留學和中國留學 然後成為孫子兵法 那個人是全看的了 那是很厲害的 我想他真是堅得太厲害了 即是當時真的 法國佬和美國佬被他打走 真的很厲害 是啊,堅,武元甲是堅 哇,他很厲害 他九十多歲才是小的 哦,OK 他最後還是善終了嗎? 善終,善終,善終 還要是很高級,很高級 即是已經高到神台那種 即是除了胡志明 還有第二個領袖的人就是他 哦,OK 好像鄧小平那樣 即是那個地位 負責當鄧小平那些位 是的,是的 即是說到國父和開山的始祖 就是胡志明和武元甲這兩個傢伙 噢 德成忠,哇,幾多孫子啊 所以我就說 越共你那時候人才兒子 人才兒子 在南越這邊反而只貪腐 不是,我老爸說以前南越很貪 因為我老爸也是在南越那邊 很貪 十個炮彈,八個裡面裝沙 唉,難怪你不能打 那就輸定了 而且還沒打到來,那些高官全部拿錢走 那當然啦,你都不會打 你當然不打 你不會打的 所以現在的阿富汗就像當年的越南一樣 是 誰說有錢才當兵 鬼為你 不是嗎 這個也是的 所以說回來,基地遇襲這裡 我們要多些訊息給大家看 有個消息說 他可能這次除了地球滲透 是無人機出動 即是無人機去炸 如果你真的用無人機去炸 我想一件很搞笑的 什麼無人機炸呢 你看到我有一集說 就是他們買了中國淘寶一架無人機 很小的 但是它又不是小到 即是你見四個船翼那些 它是真的大一點的 然後就等於什麼 你覺得感覺就是 那些TP2將它放小 即是小版 很小版 可能幾米這麼長 很小的 但是那些油真的可以拿到炸彈 就是拿到幾枚流彈 就是我們說的 拿到幾枚流彈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真的拿那些來炸 那個射程就遠很多 真的會不是說 是十幾二十分鐘的路程 它真的可以飛得遠一點 那一定是液機來的 但是就是淘寶貨 淘寶貨 淘寶貨用一次之後氣就可以了 有沒有什麼技術涵量 爆了又不傷心 它們簡直是當自殺式那樣衝進去 到時 它整個東西不傷 又不是貴 它經常當自殺式那樣 拿到彈子一起爆下去 准就不會很准的了 准就不會很准 但是它的聲線也是一個空中炸彈 我懷疑是這隻 我有一點點懷疑 這隻航程比較遠 如果你說普通航空機不夠遠 飛不到它那麼遠 我覺得是困難的 還有它們說是附近的游擊隊去做的 即不是從哈利米亞那邊飛過 就沒有可能的了 你想想如果它去買一架TP2 就沒有理由運到到哈利米亞 對吧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飛又不會那麼遠飛過去 那就是它要自己組裝的 你逃跑了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將它組裝 組裝然後在車旁拿出來 然後又用 那這件事真的合理 嘩 這些真是游擊隊的現代版游擊隊 即是現代版的越窮越頂 潮用了無人機 炸你了 永遠真是好恐怖 是啊